为应对通胀飙升和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6月15日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 至1.50%至1.75%区间 为1994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消费者正在消费 没有迹象表明经济出现更大范围的放缓 他还强调 美联储不会试图引发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对加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在美国油价高涨 油气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之际 美国国会准备对这些赚得巨额利润的油气巨头们征税了 据外媒报道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罗恩怀登的一名助手透露 怀登进化提出立法 将对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超额利润额外征收21%的税 这笔税款预计会达到450亿美元 美国会将把这笔税款用于补贴普通消费者 加州6月14日扩大了加州抵押贷款救助计划援助项目 旨在帮助那些在疫情期间拖欠还款的房主 更多陷入困境的房主现在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减免 今年至少拖欠两次还款的房主现在有资格申请援助 此前该项目指向在2021年12月27日之前至少拖欠两次还款的人提供帮助 这笔钱现在还可以用来帮助支付逾期的房产税 那些按时偿还抵押贷款以及那些完全拥有自己房屋的房主也可以申领 不仅如此加州还放宽了申请条件提高了收入上限的门槛 如果房主的收入低于本县收入中位数的150% 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援助 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错过至少两笔抵押贷款 收入符合资格的房主现在可能有资格获得高达8万美元的援助 如果房主在2022年5月31日之前至少错过了一笔房产税款 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最高2万美元的减免 申请该项目没有截止日期 但州政府敦促房主尽快提交申请 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贾西提6月14日签署了一项禁止调味烟草产品的禁令 该禁令将于2023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生效 此次行动是在洛杉矶市议会本月以12票对0票的投票结果 禁止在全市范围内销售糖果味的尼古丁包含薄荷香烟 根据该条例 该禁令不适用于在1月之前获得有效烟草许可证的水烟休息室和酒吧露台的水烟烟草产品 美国心脏协会洛杉矶分会表示 这项强有力的措施对于降低烟草对青少年和成人的吸引力 以及防止电子烟和新产品使新一代人对尼古丁上瘾至关重要 6月14日晚 南加州El Monte市两名警员在出警应对一起疑似刺伤事件时遭到嫌犯伏击 枪战中两人身受枪伤送医不治殉职 嫌疑人被当场宣布死亡 警方表示 他们在汽车旅馆房间里与嫌疑人对峙并交火 嫌疑人跑出房间跑到一个停车场 警察再次开枪 一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 这两名警察接到酒店的无线电呼叫到达现场后 被近距离射中 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警察敲门后 嫌疑人从门里开枪 负责调查的警察局发言人说 死亡的枪击嫌疑人是一名成年男性 据NBCLA报道称 这名未公开姓名的嫌犯是累犯 洛杉矶县法院记录显示 自2008年以来 此人有十多项刑事定罪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6月15日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4日晚在耶路撒冷会见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王德莱恩同意以色列进埃及向欧盟出口天然气 王德莱恩表示 欧盟与以色列在天然气领域开展合作 将有助于减少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欧盟 以色列和埃及正在推进达成一项天然气出口协议 但该协议暂未涉及以色列向欧盟出口天然气的数量及时间表